哈囉,大家好,我是MiniDoraCat 那今天要來教各位 如何將柯南這款遊戲 你常去的伺服器加入我的最愛 以方便你每次開啟遊戲的時候 可以快速找到你常去的伺服器 好,那教學現在開始 首先呢,我們可以按檢視這個地方 然後伺服器 那這邊呢,我是已經有調過遊戲類型的 沒有用過的人,這邊可能是空白的 那你可以在這邊選擇一下 柯南這款遊戲 在這邊,C開頭的 他都有照英文順序排序 然後選了之後呢 按下全部重新整理 那這邊以我自己的伺服器為例子 比如說我的這兩個伺服器 那你可以按右鍵 新增自我的 其實這個是我的最愛的意思 因為 可能字數太多了 他顯示不出來 那按進去這邊 新增自我的最愛 然後切到我的最愛這邊 就可以看到我這兩個伺服器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這邊 沒辦法直接加入 可能是他這遊戲的BUG 所以我們還是要開啟 遊戲 正常來說應該這個地方也要可以 連線到伺服器啦 但是我之前測試都是無效 另外 其實加入我的最愛 不一定要把遊戲關掉啦 他是會馬上就出現 在我的最愛那邊 現在 現在我的類別在我的最愛 然後就會找到我這兩個伺服器 那如果你還有其他想要加的 比如說 拿兔頭的伺服器來測試一下 新增自我的最愛 有沒有 這邊有了 那 這邊也出現了兔頭的伺服器 所以你在增加我的最愛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把 遊戲關掉 好 那今天的教學 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 喜歡我的教學的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將來如果 伺服器架設穩定一點 我也會再做 架設伺服器的教學 大家拜拜 拜拜